又是新的一周了 又是时候向大家汇报一下 上周所发生的情况了 上周其实同样的 又有很多双龙多株 翡翠戒指啦 很多朋友带他们认识的人来 来买我们的108成江啦 即将即翡翠啦 这个已经跟大家讲过好多次 但是如果你今天留意看 我会看到我身后的画 挂在墙壁上的 有一点不一样 如果你看前面那几集的话 就是有一点不一样 对吗 为什么呢 因为本来挂在这里的话 其实之前有跟大家讲过 现在已经搬去了 我们这个礼拜四将在UOB Privileged Reserve Suites 在MBFC 有一个closed的画展 他们已经搬过去那边 这个拜四会在那边 有一个小型的closed的event 所以现在为了填补这些墙 把一些比较早期的 云大师的欢庆主义的画作 给放在墙上 所以如果你有机会过来的话 可以看到一些比较早期的画作 当然如果你觉得 或者你的墙壁 各位的话也可以选购 把它放在家里 那其实如果你看早期的画作的话 其实已经是有线索 它是一个慢慢的evolve的一个process 那时候已经有说用金底拉 写的字已经是出水浮荣祈祷文 为什么用牡丹 为什么要用果中之王榴莲 因为都是一种值得欢庆 值得骄傲的东西 包括这边还留着一张 所以你看到那个荧光的效果 这里还有一张 所以如果你错过了两三年前 大师开始paint这样子的 欢庆主义的画作的话 那应该趁这个时候过来看一下 因为过了周四之后 下个礼拜 我们把那些还没有卖出去的画作 又会再次陈列在这里 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时候 看一下早期的 那你下个礼拜可以回来看一下 比较现在的 有发荧光的孔雀的系列的 那我们下周再见